有个听众给我们留言 他说在7月初的时候呢 晚上他遛着他家的小狗 在这个社区里面走着走着 每天例行的公事都会去遛狗 那这个时候突然呢 从远方来了一只大狗 冲进来一下子就咬住他家的小狗 咬的时候呢 他这个主人有跟着进去搏斗一番 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小狗 想办法下退这个对方的大狗 但就算是主人已经下去帮忙 这个大狗还是很不幸的 把这个小狗给咬伤了 那咬的是重伤哦 两天过后小狗狗就已经死亡了 那主人当然是非常心痛哦 那他现在在想说 像这种情况自己的狗 被对方这种突然冲进来 没有酸好的大狗 没有顾好的大狗给咬死了 那这个主人是不是有办法 有权益可以求偿呢 那现在被咬的是狗嘛 那他当初去搏斗的时候 如果他也受伤的话 是不是对方的主人 这狗的主人都应该要负全责 来赔偿这些医药费 以及小狗狗自己的这个 伤状费用也好 治疗费用也好 或者是买一只新狗的这个费用 这个权益在哪里呢 我们口号小天使今天 为大家找到的专家呢 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哦 这是我们的王志明律师事务所的 王志明王律师 王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上午好 狗狗咬人的事件 狗狗咬狗的事件 也真的是很多耶 跟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狗狗咬人呢 当然很常见 但是狗狗咬狗啊 也确实经常发生 那么首先的话 就是狗咬狗的事故啊 本身是属于一个财产损失的事故 换句话讲呢 如果我们狗狗被咬了 受伤的话呢 作为狗的主人呢 是可以索赔 这个给狗治疗的医药费 是可以 如果狗狗不幸被咬死的话呢 是可以去按照这个狗的市场的价值 来进行求偿的 进行索赔的 但是呢就是和我们狗咬人不同 这个是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 OK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 我们的狗 小狗被这样一个大狗咬了 的确是如果大狗的主人 没有拴好这个大狗 没有看管好这个大狗 导致了这个大狗把这个小狗咬伤 包括咬死的话呢 的确是我们可以向这个大狗的主人 来进行赔偿的 那么如果说小狗的这个价值比较小 那么也就是说低于一万美金的话呢 那么我们是可以直接在小额法庭 直接起诉这个大狗的主人 然后呢让法官来做出一个裁决 那么现实中呢就是说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大狗的主人他有没有钱来赔 他有没有这个房屋保险来进行承报 这也是我们现实中比较常见的问题 那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这个大狗的主人 他既没有保险 然后呢又是没有钱的 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作为小狗的主人 虽然看到自己小狗被咬死 但是很多时候也是拿不到这个赔偿的 这个在现实中也是有这样的案例 哇 所以这个直接跟我们分析的这个情况 就是你天天常常会看得到的这种状况 如果对方真的就是 他大狗的主人又没钱 然后又没保险的话 我们上了小的法庭 就算财决是对方的错 他必须要赔偿 那这样怎么办 是要放一个令在这个主人身上吗 以后他赚钱 以后他有收入有存款的时候 就可以从那边慢慢的把它拿回来 是这样子吗 这样也可以 我觉得您这个评论非常好 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 我们是可以的 简单的程序就是我们去小狗法庭 去告了这个大狗的主人 然后法官判 判我赢了 我有一个判决 之后的话就要走一个 执行判决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如果说对方没有说 申请个人破产的话 那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 还是可以去拿到钱的 只是说这个执行的程序会非常繁琐 会导致我们很多原告 觉得哎呀就为了几千块钱 好麻烦 我就算了 这个真的是经常发生的情况 那当然如果说被告 就是被告大狗的主人 申请了个人破产的话 那很可能这个判决就没有办法 执行了 就会变成空纸一张 这个也是经常发生的 哇 好的 希望这样子的这个仔细回答 可以把这个方方面面 我们这个狗主人的问题 给他详细的回答清楚了 希望我们这个狗主人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伤心 但是真的就已经遇到了 能够处理的方法 就像我们王律师所说的 给你参考一下 你张哥那是我 这位 最后算的是